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 这个已经发生了 但是很多的外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说 他不是把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 从A行驶到B了 而是他要完成许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他在休息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音响 或者我年轻一代的 我喜欢玩游戏 就有这种大屏幕 很多的车机都自带卡拉OK 带麦 就是你可以在停在那的时候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在里面K歌 最新发布的一些车型里面 还自带这个无人机系统 无人机可以飞出去 你在车上就可以操控你的无人机 那我想这种消费电子级的 这种巨大的跃进 是这个外资厂商 现在完全没有掌握到的 他们的所有展现的功能 仍然在交付消费者一辆交通工具 国内的这些汽车品牌 有亿元出口 但实际上遇到的 贸易上的障碍还是比较多 首先是政策上的 如果出口去美国 还是会遇到一些关税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汽车公司 没有很充足的海外经验 也没有足够多的海外营销人才 他们在布局海外的方面会比较谨慎 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全球产品 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 从产品的利益 从价格角度上来说 Made in China的EV都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市场经验力了 出口的市场会优先从欧洲 东南亚和南美开始